那接下来先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需要敏捷 那我们就来看一支影片 大家帮我看 可不可以听到声音看到画面 可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好那这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让大家快速了解敏捷跟ACP 那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一张 症状是SquamS所颁发的CSN 或是CSP 那这个在下礼拜的时间 也会有这样的分享会 那欢迎大家继续参加 好那为什么要学敏捷 要学ACP 第一个 首先就英文要不错 因为这是一个英文 全英文的考试 那第二个 这是要学的是Arger 那Arger它包含了Squam Kanban Lin 等等的敏捷的这个体系 那所以就是帮助大家 可以学的比较多 比较完整 但是它也是敏捷里面 我觉得 应该是目前敏捷 最高挑战的认证 就是真的 不是只有上课 还要花 时间来投入 与准备考试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学敏捷 就像刚刚瑞老师所说的 我们要能够快速的 能够title marketer 那再来我们面对的就是 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 这样客户需要的 而不是成功的抓案 失败的产品 而是能够做符合 客户的这个高价值的 这个需要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去提高 客户的满意度 跟市场的这个调试性 我们能够及时的应变市场 因为市场上 有各种不同的需要者 就像一部车子 那可能有人想要是低价 那有人想要是豪华 那到底我们要 给消费者是哪一个产品 那让客户可以感到满意 那这个就是可以按照市场 来去做调试 然后来去做这个优化 好 那再来就是客户的 他所需要的这个 及时的沟通 跟快速的回馈 透过这个敏捷里面的 Litro的部分 那可以得到 这个快速的回馈 好 那再来很多人问说 为什么敏捷可以将人员的流失 冲击降到最低 那我想在 专案管理里面 PM是一个我 就是说由PM来指挥 然后掌控全局 但在敏捷里面 他从我到了我们 他是一个团队 所以透过这个团队的运作 那可以降低 假设有人离职 或者是在这里面 专业上的问题 那就可以把这个沟 给降到比较小 那也透过这个团队的合作互动 让大家把这个能力 可以慢慢的拉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在跑敏捷有时候 像我都会先 让成员先做这个DSC测验 到底我的团队是五尾熊 还是猫头鹰 还是老虎还是孔雀 那可以先把这个团队的 每一个角色 或是他习惯的沟通方式 可以先知道 那你就知道说 你的团队的 这个Score Master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带领你的团队 好 那再来就是 透过敏捷的透明 的这个 一个资助 那我们就不逃避问题的盲点 那再来就是 保持敏捷价值观 那我们就可以 比较积极的面对问题 而是保持一个 比较正向的态度 像我自己也是 我在学敏捷之前 可能对于变更 这件事情是 很不喜欢的 但在学敏捷之后 就发现说 你对拥抱变更 这件事情的心态 你是保持很积极正向 因为它可以符合的价值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在 它的变与不变之中 找到最好的节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敏捷 那这也是为什么 从2021年开始 所有的P&P都需要 学习敏捷 因为我们必须要做到了 这些快速的调整 那做到了符合 这个市场的需要 那以价值为导向 来交付这个任务 然后来降低人员的冲击 好 那目前的专案其实 也不再只是一个单一的 所谓的传统的 Waterfall的这个 专案管理的做法 说是也不再只有敏捷 做法 我想更多就是 混合型的专案 那所以我们现在 一个专案经理要的 也不会只有一把刷子 而是你要更多刷子 那目前大概都是 在工作上 也大部分都是 这种混合式的专案 那这也是为什么 专案经理必须要 在这个现代 要比较学敏捷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跟原因 那很多人觉得说 敏捷跟专案管理 是互相冲突的 事实上没有 他们两个反而是 相辅相成 那我自己的这些年下 经验发现 敏捷要好 专案管理真的不能没有 那一个在都有一个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 默契跟共识下 其实去跑敏捷 就会更加的顺畅 跟效果也会更好 好 那市场上需求 名材是什么 其实大家可以去 104看一下 那在蛮多的一些 标案或是一些 职缺上 那都慢慢的 有很明确的写 需要ACP的证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蛮多人投入 在ACP的学习 但为什么这么多年 ACP的人数不能打开 其实蛮关键的原因是 ACP要考英文 他要考英文 所以在英文上 需要有一些基础 因为超没有办法 在一个月 让你英文从零 然后到很好 那所以要有一定的 这个英文的基础 这是ACP比较大的限制 但我觉得ACP 他学的反而是 比较多元 所以自己 我也自己也蛮鼓励 如果你已经拿到了CSN 那入门的证照 也可以再来挑战ACP 或者是 你本身已经在 跑敏捷了 那也可以来回过头来 去看敏捷的 这些原理跟原则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 我想只要学习 都是好的 好 那再来就是敏捷 这边也是 就是你看像这个 也是要求要 多一五百五十分 那我就考ACP 也差不多是 这个程度跟水准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 说明一下 什么是ACP的症状 那首先ACP 他必须要一个 基本的资格 就是你需要高中 以上的学历 那这是在P&R的证照 都惯有的 就是要 他蛮着重精力跟资格的 好 那再来就是 你还要有这个 P&P的经验 那假设没有 那我们就是提报 至少要在 一年以上的这个 那假设你本身 像我们都是P&P的话 那这个精力就不需要 那假设不是的话 你就要再提交 一般专案的工作经验 所以这是P&P的 敏捷 其实它也是有点框架 在这个专案管理的 这个上面 好 那接下来就是 你要敏捷专案的经验 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 那符合敏捷的 这个元素 那至少在 过去的三年 要八个月的 这个Argio的专案的经验 那这个跟 这两个是互相的 不重叠的时间 好 那更重要就是 你需要有21个小时的 ACP的训练 这是为什么你需要到 培训机构的原因 因为你才可以取得 ACP的时数 所以只要你来强候 那你就可以拿到 这个考试的资格 好 所以这是ACP基本的 考试的资格 好 那在考试资格补充里面 就是 什么叫敏捷的特性 就是你要有 专案的过程 是有敏捷的做法 包含了 你在激励团队 那你在这个带团队 自组织 那跟一个滚动式的规划 就迭代跟增量的交付的方式 那再就是分阶段给客户价值 那或者是问题解决 跟逐步完善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经有CSM的这个经验 那是非常好的 好 那但是他这个是20%人会被集合 那你集合的时候才需要提交相关的佐证文件 来证明你有这样的资历 好 那在考试又比较特别是 他的考试一年只允许三次 那很多人以为说一年考三次 是指我缴一次考试费可以考三次 没有你缴一次考试费只能考一次 但你最多只能允许总共三次的考试经验 好 所以如果你三次都fail了 那你要等一年停选才可以再重新报名考试 好 那这个考试 你必须要在三个小时内完成120题的单选题的测验 那他的难度跟PMB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都是情境题 那基本上他难在于他没有中文的辅助 需要扬成看英文 那120题在三个小时 所以大概平均一题大概1.5分钟就要掌握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好 那至于考试及格分数 他并没有公告 但常会用70分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所以如果你很害怕考试失败 那就在常的120里达到70分再上场 或是至少65分 或者是跟教练保持良好的沟通跟互动 因为教练最知道你平常的这个表现 那或者是没有就系统上都有一个科学化的诊断 那草原是全球独家 拥有ACP独家的专利辅考系统 所以在这个团队里面 其实我帮大家安排有题库 那但是题库很特别 它不是考古题 都是来帮助你去找出你观念的盲点 因为PM考试它是全球最公正的考试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考古题 所以如果你在市面上听有考古题 基本上只是一种行销的方式 基本上ACP考试是没有考古题的 那透过题库的练习 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盲点 那可以增强 所以观念比答案来得更重要 好那考试仅限英文 或者是你必须要去大陆的这个实体考试 那才有简中的辅助 但就辅导的经验上 考试源并不是主要的障碍 那更多是来自于观念上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样说 假设语言是主要的问题的话 那美国应该百分之百通过 干片半的考试率并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重点还是在观念 那它的英文我觉得 我自己的经历是 我觉得它还没有太难懂 没有深色的单字 不像在考多福 多福可能都很多那种很长的 或者是很深色 你很少看过 明明可以很简单的写 那它就用很深色的单字 那敏捷没有 它反而都是很 很浅显易懂的单字 所以这个倒不是非常难的障碍 重点是要有这个 勇气跟敏捷的思维 那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比较不习惯这种所谓的Y理论 所以有时候常常是被自己的限制性思维 卡住的会比较多 好那敏捷考试的分布就包含了七个Domain 包含了这个敏捷的六个体系的介绍 所以在第一周我们就介绍敏捷六个体系 包含了Square Kanban Lin XP Crystals 然后FDD跟DSDM的这个体系的介绍 那第二周是考试的重点 他占了百分之二十 就是Value Drive 敏捷的价值为导向的 这个 然后就会把各个体系的一些 有关价值导向的内容都交给大家 好那第三周就跟大家讲 厉害关系人的这个参与 好这是 那我们一周 这是第一周 那二三是第二周的内容 那第三周就跟大家讲 有关团队的绩效 那跟调试性的规划 那在第四周就跟大家讲 所谓的问题察觉跟解决 那还有 我们的这个 有点像是Retro的这个流程的内容 那所以总共是会分四周 那很多人说 那还有一周不见了 好第五周就是考前的总复习 带大家 指教会考试的内容 所以在场就是完整的这个 培训的内容交给大家 那最后就教大家怎么解题 怎么答题的课程 好 那接下来就是场的特色 主要是尝试 PMI 国际专案管理学会授权的 这个培训到现在已经叫ATP了 好 那再就是英文的考试 那在场会教大家 藏心法来强化英文的实力 那在课堂上 我们是以中文化的教学 让大家先懂观念 然后当你在看这个英文的参考书 就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好 那课程中以实作导向为主 所以在明节课程其实蛮有趣的 那在线上课程里面都有蛮多的这个互动 跟Milo上的操作 所以帮助大家也学圆句 好 那场秉词的这个共好 那大家逐步完赛一起教学 所以在明节里面 大家一样就是跟着教练 跟着团队 然后一起学习 所以在场学习都是团队学习 不是个人学习 那就是秉词的你好 我好 大家一起好 那所以在这边 大家可以经验的交流跟分享 好 那再来就是有独家专利的系统 那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蛮神奇的系统 在里面也是我们引行的成本 就是有一个题库 然后这里面有一群人在帮大家 收集请思 然后做分析 然后做这个重新归类 那把他题目转化 然后照给大家 所以他并不是原始的资料 那更多都是经过验证 然后跟这个实证后的这个题目 跟观念给大家 那在场友提供这个教练 那每一个教练都是考上学 那秉持了这个热情跟共好 来帮助大家 然后像导游一样 带大家有经验的来走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 好看的风景 那跟重点 那在考上之后 也提供大家持续的 这个换阵辅导跟学习 就好像为什么 我们当初有台湾敏捷部落 就是不希望大家只是会考试 那考上之后 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 所以在演变成今天的一个 有一万个人左右的 台湾敏捷部落 就是让大家可以实践 所以考上之后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学习跟交流 好 那我们的专业讲师团队 会包含了Roger老师 瑞老师 光明老师 还有这个敏捷教练 范玉米老范老师 那还有我们很会考试的防守老师 郑普老师 好 那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课程 就是按照五周的课程来上课 那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个 他的讲义 那都有这个内容 那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交给大家的 一些课程的内容 好 那这一张就是常帮大家 整理的敏捷的核心 那整个就是一个Roger 从我们的这个 然后看到很可爱的基根柱 就是敏捷很喜欢用隐喻的方式 来去代表 好 那我们从愿景开始出发 那其实这课堂上 敏捷就在学这一张 当你把这一张的敏捷架构图 搞清楚了 基本上你整个敏捷的做法 就会融会贯通了 那这一张跟我们在逛了3355的运作不完全一样 那它是一个比较更宽广 然后更多的这个视角的内容 所以这是敏捷的核心 所以大概五个礼拜都在学这一张 那考试大概就围绕了这些范围来教授 好 那考上之后呢 就会拿到一张敏捷证书 那基本上就是由总部统一发给大家的 那谁适合学习 那基本上只要你现在有在从事敏捷的工作 那你对金融产业有工作 或者是你对一些政府表演有兴趣 那这个都是敏捷大家可以试用的 那我想敏捷已经不是未来的趋势 而是现在的专案管理趋势了 因为目前所有的PNP都要学敏捷 但我每次都开玩笑跟PNP说 我们在考PNP不是在考ACP 那一样的我们在考ACP的时候 要告诉自己我们现在考ACP不是在考PNP 所以就要切换到敏捷的这个视角跟思维来 好所以专案经理已经不再学习这个专案管理的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那现在专案管理专案经理到底少了什么 其实很简单就少了敏捷而已 所以假设你是在2020年以前考上PNP的 那你不足的大概就只有敏捷而已 所以就鼓励所有的这个专案经理 那可以再学习敏捷的认证 那英文没有那么好的就走向Squam的认证 那或者是看板的认证 那假设英文好的就可以走向ACP 所以在常用的辅导的价值 不只有可以考上这个证照拿取的资格 那更重要的教大家学会一个比较广泛的 ARGE的这个工作的方法 那也希望大家成为敏捷的实务的专家 好那常用提供给大家是一个共好学习的环境 那有意识意有的辅导教练来帮助大家 那我觉得蛮重要的是突破大家的英文的障碍 那更多是来自于你的心理跟实力的层面 那我觉得更重要就是需要专注 那假设你来常用上课就是要报纸的 你一定要考上ACP的这个星期 那给大家就是一个短的时间 因为敏捷并不是一个很长的这个马拉松 它更多时候像一个百米冲刺 所以给大家一个月到最多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专注的学习 好所以鼓励大家 PMP可以持续的来学习创造你职场的竞争力 那成为一个hybrid的PM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 就是会在2月24号大概3月23号 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跟成长 那其实语泰除了有ACP的征兆以外 它其实有看板的认证 所以未来如果大家对看板有兴趣 也都可以再请益这个语泰 然后再找我们的柳丁老师报道 好那鼓励大家 如果你对ACP认证有兴趣的话 那它2月24号开始上课 那大家可以直接 扫这个QR Code 那可以加入群组提问 那我想敏捷 就是在帮助我们像刚刚瑞老师讲的 找到价值的方向 然后再来就是Title Market 快速的产出 那再来就是团队的绩效 那它很着重的是沟通 那还有你的工作的估算 跟你的问题的觉察 那让大家一次就学会了 不同的敏捷的手法 那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那面到职场上都可以快速的拥抱变化 跟灵活的变通 那最近的课程是在2月4 那基本上 不用等到上课 这一天才开始上课 基本上你只要完成了这个缴费 那你就会收到教材 那就可以开始提前做系统上的课程跟测验 那就可以开始早一点准备了 那以上就是ACP的说明 那欢迎大家加入ACP的这个培训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